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要出版这本书呢 因为它受到了很多回应和批评 就是说你搞的这一套正义原则好像是正义了 但是呢只适用于你们自由主义者 只适用于你们相信个人主义的这样一些自由主义者 那么对于我们有其他宗教信仰的人呢 我们就可能不接受这套正义原则 比如说为什么你的那个装置的设置啊 那个无知之物一开始都是个人来考虑这件事情 你就把那些从来不是以个人作为优先 来考虑社会生活的基本安排的那些 那些文化那些宗教那些信仰都排除在外了 这是罗尔斯面对的一个一个问题 他看到了有这样一个状况 就是现代性带来的一个价值多元的 或者生活方式的多元的事实 注意啊这里面不是说他支持价值多元或者反对他 他不管这个事情但是价值多元已经事实了 因为在生活当中你看我们知道 哪怕现在在我们中国 也有很多很多各种不同的信念 有 当然有共产主义者信仰社会主义的 有人信仰信仰这个基督教 也有佛教徒 现在有很多很多辅导者 还有很多儒家的信徒 在生活中我们会遇到这个女权主义者 对吧 有环保主义者 有各种各样的信念 有有他认为这些最重要的是这些有不同信念的人怎么能够共同生活 那么以前他这个议论里就说大家都进入无知之物 然后大家来想一个社会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法则 基本的这样一个运转的政治体制背后的这个原则 但是有人说你这样说大家都进入 这个进入本身 这个装置本身就是有偏见的 就是倾向自由主义的 我就不跟你进入那个装置了 要进入我们可能是整个一个群体进入 而不是一个单个一个个人进入 也就是他面临的问题是 所谓一个叫后启蒙主义的时代 就启蒙主义的时候 启蒙时代 他想人通过理性 能够发现真理 能够能够掌握最好的生活方式 能够建立一种生活理想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 生活的理想 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有理性 就会达成一种生活理想 这个在这个西方这个政治学里面有一个词叫good 就是好这个词 好这个词是可以作为名词的 他翻成中国的这个中文是比较难翻 叫善 一般翻成善 就是什么是好这件事情 尽管你是有理性的人 还是不能达成一致 就是什么是人生理想 你看有的人投身于宗教 有的人拼命赚钱 所以对这个好这个概念是会出现分歧的 但这个分歧呢 他不是对所有的分歧 比如说我的这个对生活好的理想目标就是 要把人抓来当我的奴隶来虐待 那这个是不合理的 因为你这个理想你是不能够作为普遍化 这边有很多反驳 就是那些大家合理的 具有理由的那些生活理想 那些好 那些善吧 或者说 那么也是有很多分歧 这个叫合理的分歧 这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个多元主义的事实 对政治共同体的基础构成挑战 就是具有不同生活理想的人们 如何是共同生活在一起 以前这个正义论是考虑主要是不同身份的人 怎么样考虑的 怎么样生活的 现在要考虑到有不同 特别是宗教信仰的人 因为前现代的社会已经一气不凡 前现代社会大家都是一样的 同志的 君治化的 所以必须找到一个新的哲学 在这样一个后启蒙的时代 为我们奠定一个哲学的基础 所以这个正义论开始 作为公平的正义来回应这个问题的 当初是没有施加特别明确的限制 没有自觉地意识到 正义观和整个的信念之间的关系 所以呢 后来这个罗尔斯就做了一定的修改 他区分了这样一个东西 他说有一种信念叫做整全性的信念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的翻译更好 有的人叫全面性信念 就是叫说 英文叫comprehensive doctrine 就是每个人有一个整体的人生信念 一套学说 人生信仰 或者是宗教 哪怕你是共产主义者啊 或者哪怕你是基督徒啊 或者怎么样 这个信念之间 比如说你国家到底是应该教基督教呢 还是应该教儒教的这个哲学呢 还是应该教共产主义呢 他认为在一个自由民主国家 这个国家是应该保持中立的 就是让所有的整全性的大的宗教信仰 都在政治领域中退出来 我们的政治领域中 只关心那些跟我们的政治生活 公共生活最重要的这样一个原则 那就是公平正义原则 这个公平正义原则 他认为是可以跟其他的这些这个宗教呢 相处的 他把这个东西呢 叫做重叠共识 就是在罗尔斯看来 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呢 我们必须要有一种 同的正义观念 这个观念呢 才能够保持长久的稳定 能够让人服从 所以他说 他把这个正义论呢 做了一个转化 他不再把正义论 当作是从自由主义内部生长出来的 因为这样他就会有一个问题 这样就会说 你自由 这个正义论 他不是属于所有人的 是属于自由主义者的 后来他做了这样一个 一个修正以后就发现 我把正义论的这样一些 两个价值 两个社会正义的原则呢 可以跟自由主义的那个 叫做整权性的信仰脱钩 他是一个可以被所有的 不同的 具有宗教信仰的人 在公共理由的讨论中 共同接受的 这个他就叫做 这个 他叫做重叠共识 就是overlapping consensus 就是你有你的一套 我有我的一套信念 你有你的一套信念 大家能够重叠 交织的那个共识 是我们得以共同生活的基础 但这里有点麻烦 不是说这个东西就是现成的 这个重叠共识是被发现出来的 而且要被论证出来的 因为你和我的共识 你说我们要 我们不同的人在一起生活 我们有很多很多种方式 是说我想来改造你 你想来改造我 这也是一种方式 就是基督徒 基督教他想把所有的人 都让你皈依了 皈依了我的基督教 那大家都一样了 或者是共产主义 都把它 大家变成共产主义者 那就解决了问题 那自由主义者说 所有的人都自由主义 他认为这些东西都不可能 我们要事先排除 这样一些 把这个现代多元的社会 重新变成一个 君治的 或者叫同治的社会 已经不可能了 那么我们怎么办 我们叫求同存异吧 他认为 就是你要把自己的信念 把自己的那种宗教信念 把自己对于所谓 人生理想的那些信念 放在自己的私人领域里 我们在讨论公共生活的时候 就是要进入一个 看看大家彼此都能接受的 那个原则 他认为这个社会正义的原则 就公正原则 是可以作为 这个各种不同的信念的 这样一个重叠公式的 只要我们通过公共的理性来论证 但这里边有非常复杂的论证 罗尔斯的书不是很好读的 但是是非常严密精确 它带有几何般的一种清晰 所以代表了这个英美 这个政治哲学的一个传统 就是非常明晰 用的概念明晰 逻辑非常严谨 那么这里边就是有一个条件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争议的 就是在做这样一种安排的时候 它有一个概念 叫正当优先于善 就是我们中国人讲起来 这个好坏对错是连着说的 但在罗尔斯那里 好坏这件事情是你个人的事情 对错这件事情更首要 是这个 是对于大家来说 对政治来说 对错就正当不正当这件事情 是更重要的 而你个人有什么人生的理想 是一个要服从于正当问题的事情 所以他做了这样一个安排 他还是把正义论的那两个原则 从好像原来跟自由主义 那个很亲密的关系当中解脱出来 变成一个各种宗教信仰 或者说各种整权性的学说 都能够共同接受的一种重叠共识 接受下来 就能够作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政治原则的基础 感谢您的用なく 对错视频 写作为我们这个社会的 您赶紧